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三 第二周三 我跟陈姐约了核酸检测 现在一大早再走赶紧 再赶着去做核酸检测的路上 估计我们会体验一把上海一号线地铁 早高峰的感觉 OK Let's go 今天好像要下雨 不过没有办法 核酸检测不能赶时间 必须得今天做 走 这边的核酸检测点 我刚刚已经测完了 挺快的 就不是特别疼 跟之前疼几次鼻子差不多 然后 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吧 没有人排队 我们来了就做了 点了一杯红茶马铁 挺好喝的 其实这个博豪的核酸检测吧 如果大家要从上海出发 出国的话 还不错 但是就有一点 他们那个地方太偏了 就是不太好找是一个 而且下了地铁之后很难就是走到他们那边去 要走1.3公里 加上今天下雨 所以走的还挺麻烦的 然后 下了车的那个道 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不允许自行车的 但是也没有交警察 但是呢 还是不太建议大家 在那个机动车当上机自行车 所以 其实 如果大家住的地方附近有其他的医院的话 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医院 这家医院的小姐姐测试的特别温柔 不是很难受 但是呢 就是有点远 有点的这个是手撕猪肉的贝果 然后 我们俩早上还没有吃饭 所以点了一个沙拉 晨晨姐姐这个呢 是什么牛肉来着 就是牛的 忘了 忘了 这是什么牛肉的一个贝果 他要的是原味的 然后我要的这个是 好像叫三味的贝果 我们就吃饭啦 吃饭了 吃饭了 你们俩昨天晚上 昨天中午吧 吃完那顿之后 晚上吃了个水果 然后就一直没有吃下去 好饿死了 现在是 11点 好 好 好吃 这个芝麻的贝果特别香 芝麻特别足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推荐的时候 就让大家点住吃嘛 好吃 超好吃的 要不要换一张 你找这个 我不太能吃那番茄 血粉大口了啊 哈哈哈 他们家这边还提供外卖服务 我真的觉得很羡慕住在这附近的朋友 好吃吧 成姐 感谢给我推荐的朋友 昨天来没有开门 今天终于等到他开门了 我看见两三位朋友推荐这个店 所以 一定想来打卡一下 我们俩最后又逛到这家店 来吃冰淇淋 成姐特别喜欢他们的那个焦糖海盐 我觉得也挺赞的 然后 我们还点了黑加仑的 这个也是网上挺推荐的一个口味 还点了一杯热拿铁 应该会在这里面继续完成我的报告书 哇 要倒扣了快 感觉有饭 今天就感觉更爽的样子 很好吃 不要 今天咖啡尾酒 嗯 他们家黑加仑超爽口的 蓝肴结酸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突然一下发现这家店好像还真的挺网红的 人特别多 我们来的时候就两桌 现在已经坐满了 好家伙 甜点还蛮好吃的 感谢大家的推荐 晚饭我们来吃 也是一位朋友给我推荐的 这个叫蟹黄鱼 我点的是 这叫什么我忘了 蟹黄鱼 汤面 然后 传儿姐跟小蝶点的是蟹黄鱼拌面 那我们就吃饭了 大家好 咱俩有劲吗 这个鱼不会有一块儿吧 这个鱼不会有一块儿吧 这就淡点块儿 突然之间会来一点那种 嗯 那鱼鱼鱼鱼 解声音 嗯 我们路过家附近的这个Five Guys 然后发现今天没有排队 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小汉堡 主要想尝尝味道 因为有不少朋友推荐嘛 选的配菜跟调料 都是随机选的 因为我们没有做攻略 就直接进来了 没想到一点对都不用排 直接就点了 各位 我跟成人姐现在回到家里 准备尝一下 刚刚在外面买的这个Five Guys 嗯 其实我们俩对它呢 纯属是好奇 因为有好几个人给我推荐它 但是呢 我跟成人姐昨天看了 美团外卖的评价 还挺差的 所以 我们俩就抱着一个好奇的心理 买了一个 这应该是 基本汉堡里面的小汉堡 然后我们随便点了几个菜 我的天哪 这还小啊 请你切吧 我 我看这也没办法 你这样切可能好一点 把你取这个刀过来 我有点害怕 哦对 然后我们俩 就是刚来 上海那天还在网上订了这个 国际饭店的蝴蝶酥 这个也是我当时做上海攻略的时候 很多人说一定要去吃 然后也有人跟我说让我去买的 但是 据说排队排的还挺长 然后我们俩又不想排队 然后我们俩又不想排队 就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说 可以在那个叫 紧将在线的APP上预定 但是是五个起定啊 因为我们俩一起买嘛 所以说就买了五个 然后 我们俩准备先尝一包 尝尝看这个大家都说好吃的蝴蝶酥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黄油酥吧 这个黄油味真的好浓啊 鱼 已经一口换狗换驴的声音都出来了 你想怎样 我说一个鱼 亲爱的 你尝一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佛了 我觉得这不甜 你尝尝 它可以 你觉得甜吗 没那么甜 对 我觉得它就是奶香味比较重 没有很甜 它可以 我妈应该会喜欢吃 明天出去看看 如果能寄的话 给我妈寄一会回去 还挺好吃的 但是 要我说啊 各位 纯属个人意见 这个狗头网命啊 我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值得 如果我要排一个半小时一小时 我去排这个 不会 但是你如果 好买的话 买一袋尝尝也可以 据说不像乙排队还挺长的 Five Guys 我们俩买的这个小汉堡 我喝吧 不腻 还不错 咱们喜欢什么酱 有一个酱 酸酸的还挺好吃的 还挺 我在脑子里面找形容词 使用我的这个汉堡的感觉 啊那个酸酸的是什么东西 吃到嘴里特别爽口 酸黄瓜吗 嗯 有点像韩国的那种味道 有点像韩国的手制汉堡的味道 就是手工汉堡 它那个 那个 那个怎么说 肉 肉 肉 那个叫什么 肉饼 啊 感觉能咬到真材实料的牛肉 但是我回来这一段时间 也吃了好几次手工汉堡了 我倒觉得也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 今天早上那个好吃 嗯 今天早上那个贝果更好吃 我跟陈姨东这么觉得 可能看个人感受吧 我觉得不是那种 值得排个 一小时半小时的味道 就如果说像今天一样 进行就可以排队买的话 我觉得 那天我饿了会想吃 但是如果你让我排队去买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去买 这样的感觉 嗯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和陈姨姐要去收收的东西 那我们就明天见 快不到今天咋 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们这儿社区搞了一个活动 然后今天早上一直在那边 敲锣打鼓 现在我跟陈姨姐 这是在上海的 上海的倒数第二天 然后 我们俩现在准备出门寄点东西 昨天买的蝴蝶酥啊什么的 然后出去吃个饭 打印一下核酸检测的报告 然后我们俩就拿行李准备 出发去机场附近的酒店了 天哪 好快啊感觉 我感觉我们这几天没干什么 我们就刷刷刷就过去了 这屋子还潮 这个 我觉得这个潮可能是上海天气的问题 跟这个屋子都没有关系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屋子是老房子 然后又是一楼 就比较潮 可能还因为不见太阳 反正 这次住住这个民宿吧 地理位置还不错 就是 整体来说并不是出别推荐 所以就不跟大家说它的具体位置 今天中我们来吃这个御兴祭 算是在我们家附近大众点评上 排名比较高的一家饭店 成人姐比较想吃这个 我们来尝一下 我们俩在大众点评上团了个套餐 我们俩在大众点评上团了个套餐 我这个是三虾面 然后我盛点这个是蟹黄面 这里还有一个菊花鱼 然后是送的小菜什么的 我们这还点了两块素鸡 吃饭了 大众点评上 他们家的评价还挺好的 我们来的比较早 现在大概是几点 11点不到吧 大岛就是要吃充足的碳水 日文面条比这很好吃 鱼哈鱼 有点点像中薯鲑鱼 但是又不像 它这个外面应该是糯米 是吗 嗯 它那个刺激好吃 有点不够 有点不够 小的不够 能够更够 而不是我的 它没关系 11点13 好孩子 哈喽大家 我现在跟程程姐 我们俩移动到了 机场附近的局子酒店 然后因为我的大相机 都收起来了 你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酒店 我们就订了一个 简单的双床房 这边是一个镜子 房间比较小 他问我们要不要升级 但我们觉得就注意 晚上就没有升 然后这边有两个床 这边是洗手间 然后这边就是简单的 还蛮小的 因为我们俩的箱子 都比较大 所以说箱子进来之后 这个房间就没有什么地方了 但是 你在录吗 我在录 但是我觉得简单的 注意晚上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俩是明天早上 九点十分 九点十分的航班 所以说应该 我们打算是 坐六点的 嗯 机场大巴 不是机场大巴 酒店大巴 酒店搬车 对 酒店搬车服务去机场 所以其实 也待不了多长时间 一会儿我们俩可能看一看 点个外卖什么的 简单的吃一下 然后明天早上就吃 我们之前晚的面包 然后尽量早上会吃饱一点 因为明天可能得折腾到晚上 四五点钟 才能回到韩国的家里面 嗯 去机场要先核酸 啊不 去机场要先过海关 对 内部就比较麻烦 然后 然后我应该是会坐那个 韩国政府安排的出租车 去家附近的检疫所 做完核酸 然后再回家 成人姐要去 地方 KTX 她要坐 对 政府安排的那种 你们是会单独安排出去吗 火车 单独安排一个车厢 车厢 对 有专门的车厢 对 天安崖山 对吧 那那崖山有 嗯 去天安那边 然后可能明天做核酸检测 人不知道还以为你干嘛呢 你知道吗 你快过来 哎呦我的天哪 成姐在等那个酒店的 送货小车 送货小机器人 特别兴奋 酒店走廊 演员好尴尬 你也来了 败宾 你是不是让一下 我拍一下你的贝宾 贝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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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我来 嗯 按!? 我们点的肯德基刚刚来了 你也是单点的是吧 机场附近的这个肯特鸡 送东西超级快 我们下来十来分钟就到了 肯特鸡新出的这个牛宝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有点甜 为什么这儿奶茶这么甜 我们家那边好像没那么甜 吃饭过来 送了真快 尝一下 其实之前那个 麦当劳出那个安格斯 我还挺喜欢吃 好悲 大家点的是一个吗 嗯 肯定没有昨天的five size好吃 但是也还可以 five size一个多少钱 咱们昨天点的一个是 五十 四十 四十 但这个也三十多呀 是吧 单品好像三十八我记得 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吃什么那个 背锅 嗯 那个就很好吃 看起来很聪明 这个就巴巴巴的 我才聪明的 你能打多少分 十一分满分 七分吗 我觉得六分 就是你吃过那个麦当劳的安格斯吗 哇 可能比这个价格要贵一点 但是那个真的是好吃 我们又一次相举一分 什么甜的 哎呦 大枣说什么呢 这是 好像是巧克力的 你那个好像是原味的 香肠 哦 这是香肠 好吃吗 好吃 MbD的这个 这叫什么 完了 河缝 哪儿 大枣哪儿当鸡了 大枣哪儿当鸡了 里面的巧克力好吃的 很快 西面 西面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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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和咸的 我吃不了一次 现在是 早上 五点二十三分 我们俩 起来五点四十下了 其实这个 MbD最有名的 应该是那个 Chiapata 中文是什么呀 哈 下 下 那我们试试说 没有买到 现在好多呀 你得吃 要不然趁那下午不行了 出国 有些是像我们这种留学生 背特别多箱子的 真的是体力活 我们俩到这边 准备冬机 那不对 直击 那好多巨肉 哈喽大家 我现在跟程姐 我们俩过完捡 然后找了一个 没有人登机的登机口 准备坐着歇会儿 现在是八点零六 我们应该 我们几点登机 八点二十五 再坐个十多分钟 我们就去登机口 登机 中国整体来说 这边的海关 还是挺严格的 有一个 可能是工作签证 还是说它的签证是旅游签 但是它是要去韩国工作的大哥 就被海关 短期出差到三个月 三个礼拜 短期出差的签证是 短期出差 然后它那个 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证件没有拿 但是它同行的有三个人 它两个人已经过去了 反正 嗯 就由于大哥被排问了好久 我怎么这么了解 最后有过去了 过去了 好像过去了 但是中国这边的海关 整体来说查的都是比较严格的 我也是第一次被问那么多 他问我 嗯 我上次都没这么多 嗯 他问我你去韩国几年了 你学什么的 你 你是本科就在那读的吗 然后你就算是读什么的 最后还是挺安全挺顺利的 把我们给放过来了 嗯 机场这边的免税店 之前有朋友问我来着 嗯 开了两个商店 国际口 我们现在是在浦东国际机场 开了两个 一个是化妆品的 一个是烟酒的 烟酒那边的烟是真的很便宜 陈儿姐帮她朋友带了两条 买 买两条半折是吧 嗯 好像基本上就是对折的样子 五折 五折 对 烟就是半折特别便宜 然后买烟的男士的那边还蛮多的 女士这边化妆品的话 开始开了 但东西特别少 就基本上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逛了一圈就直接出来了 也没买什么东西 如果大家需要买化妆品的话 建议在国内买好了 然后进行托运 不要指望免税店 真的我看断货还挺严重的 反正我想买 就我可能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大部分都在国内买好了 但是我后来来这边免税店看了一下 基本上也没什么值得买东西了 国内的最后了估计 一会儿我们就去登机了 半年的国内 嘚瑟 嘚瑟 对 在国内做吃的日子 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明年 明年国内登机 明年国内登机 MU5041 由上海全网手指人穿一行班开始登机 3 hours later 我现在小二飞机 有好几道关卡 这应该是第一道 提交渐渐渐渐渐的东西 后面可能还有好几次了 我冲进 在这边审查完之后 会给你的护照 贴一个PCR的标签 就是你的核酸检测是没有问题的话 你贴一个这个 然后就直接进行下一步 我们刚刚结束所有的材料递交 我看到我行李了 行李比人先出来头一回 所有行李都出来了 好 各位 我现在已经下了飞机 然后一路顺利的安检出来 现在坐上了出租车 对 我选择的方式是出租车 因为我想赶在今天下班之前 去把核酸给做了 据说等大巴可能会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这两个大箱子 我也不折腾我自己 我就打了个出租车 这边机场给安排的这种个人出租车 都是到我们家那边18万 根据地区来 根据地区来 基本上在6万5到10万 我没有仔细看 反正到我们那边 成军管大学中路区18万 对 就先做核酸吧 再捅一次鼻子 然后回家好好收拾收拾 各位 我现在带着护照来中路保健所这边做核酸 大叔会在车里面等我 哎呦 天 好像看见了 我结束了 还挺酸爽的 不过过程很快 只要你忍得住 OK 我现在就赶紧去找大叔 可以回家了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车上 然后刚刚拿到了中路区给我的物资 我看没有体温计 因为我之前看有的朋友在小红书上发 拿到了体温计那个 体温计好像是要回收的 然后我们这边给了这种 就是 这个是什么黑科技啊 就在口腔里面 好像是要放到舌头下面 就是可以用的这种一次性的 纸质体温计 还蛮神奇的 反正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食品物资了 首尔这边都没有食品物资 然后还给了我 一瓶消毒液 还有一些口罩什么的 大概就是我这一天的物资了 然后这个是 就是隔离专用的垃圾袋 不用分类 直接隔离专用后一起扔掉的那种 然后我现在就 对快要到家了 下两个礼拜呢 会认认真生的复习我的奇梦好事 如果我回家想到了一些 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路回来的心得啊什么的 我会加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就是 韩国的Vlog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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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